爱奇艺没有想到,今年被寄予厚望的两档综艺,热血街舞团和中国新说唱都扑街了,尤其是新说唱,不仅口碑不行,不放量和话题, 陆波一期就下降一次,完全都比不了上一季的游戏汉,很多人都能闷,第二季不如第一季很正常,毕竟没有了新鲜感,可是口碑断牙式下降,却有点不正常,吃老本也都不至于这样,究竟节目做了什么,让观众这么不满意呢? 其实看过节目的人也知道,中国新说唱变的,实在是太迷信吴亦凡,没错,去年有嘻哈的横空出世,能有那么多的话题都,吴亦凡公布可没,她的free smile,她的表情包都为节目增添了很多亮点,可吴亦凡是面子,是她让大众迅速接触到嘻哈内的节目,不过真正吸引大家的却是理了,那些桀骜不逊,态度鲜明,敢爱敢恨的嘻哈歌手,比如break人民教室鬼, 商务说唱孙八一,他们才是观众追下去的理由,但到了第二季,一切都变了,新说唱的选手真实吗?一小部分吧,更多的选手是谨小慎微,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对导师也是盲目的崇拜,毕竟不表现得积极一点,就被淘汰了呢? 新说唱和第一季相比,面子还是那个面子,但里子却完全不一样,节目组呢,也是非常的明信,以为手握无一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s Present オh 而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пес 别蒙難 心的歌 你rique